我们认识哈林玛是在 那时2015年的时候 那个911大选的时候 他过来我们 赫华季先生退休了 他进入这个马歇岭游池季选区 他来的时候是一个妇女 其实有时他在家房什么等等 我们都跟不上他的脚步 所以他的精力非常的充沛 那么做事呢 他很坚定 都是一些小事把它做好 那么他一个东西出来 肯定是要做好 那么把马歇岭呢 一些就是说 那个transport啦 什么等等啦 都照顾得很好 包括引进的一些医疗设施啦 3G啦 还有一些club hill啦 心理的那个东西 还有明年的可能会出来的 就是说NKF的 那个洗肾中心也会出来 所以他其实帮助了我们马歇岭的那些居民 所以得到很多的帮助 那么我们其实马歇岭还有大概1500户的那个比较多数的群体 他的也是紧紧有条的 每个月都发米啦 两个月就主持一个午餐会啦 什么等等 所以我会支持他是因为我看到他还有一些就是说 我们在做生意的人他的诚信啦 他的诚信 还有他的那种勤劳 给人家信任 还有就是说 他的道德 都这一两年来我们看到他都非常的好 那么我也没有看过他发脾气 这个是最重要的啦 因为其实在进的时候才可以想出更好的东西 那么就是呢 我相信呢 他可以把这个马歇岭照顾的那么好 就是一个激选器 那么现在呢 他在8月6号的时候 他说在我们国庆晚宴的时候 他说要去当这个竞选这个总统 那么我们非常的感谢他支持他 就是说他要帮助国人 就是帮助整个国家 那么当然是责任是更重的 责任更重的要去 当然我们鼓励他这个是肯定要去 因为他可以把一个小的那个马歇岭照顾那么好 如果他再放在国家上呢 我们的人民呢 包括可能商人啊 弱势群体啦 等等啦 会得到更大的帮助啦 我相信他是有能力做到的